修正自己 学会了空 什么是佛 什么是摩 摩和佛是很接近的 比如一个钟 如果钟的指针 指得很正的话 也就是很准 很正 那就是佛 如果你修心修得偏差了 你这个钟整天就走不准 不是快就是慢 这就是偏差 除偏差就是摩 佛的偏差就是摩 很多人说 师父的法门是基础 是修世间 以后上不了西方极乐世界 可能吗 在阿弥陀经里有一句话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生彼国 如果没有善根福德的人 念一辈子阿弥陀佛 也到不了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你没有善的根基和因缘 所以就到不了西方极乐世界 一位大法师曾经讲过一句话 几万人念阿弥陀佛 每几人能修得上去 知道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少善根 少福德 师父现在是在为你们建根基 培养福德呀 让你们把自身的孽障消除 把欠的债还完 多补师 多做功德 这样你们才能念得好 才能上得去呀 如果没有这些根基 怎么能上得去呢 如果我们修得好 西方三圣中的观世音菩萨 也会来接我们去西方极乐的 所以因缘就是果报 师父今天给大家讲 一个人的烦恼一起 他的境界 就到了烦恼道 造成烦恼的因素有很多 比如财 色 就是钱财和感情 也是最能增加人的烦恼 这都是横逆思维所致 该想正的地方不去想 想偏了 举个例子 今天我追求不到他 横逆思维就是把他杀了 今天我想一夜暴富 就去买六合彩等等 好好地赚钱叫正财 许多人的横逆思维 造成了对人类的灾害 如杀人 抢劫等等 所有的不义之财 是求不得的 要当作是毒舌 就不会有 见钱起义的邪念 现在很多人看到钱 意念就起来了 就是过不了关 而且起的都是邪念 不该你得的 千万不要去强求 不该你要的 千万不要硬从别人那里拿过来 不义之财 要不得的 要与人方便 经常想着我要帮助别人 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 在老实的人这辈子 也难免做过一些错事 所以要懂得克制邪念 当你克服了这些邪念之后 你就会明白 我以后会走向哪里 师父告诉你们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当一个人很痛苦 将要死去的时候 如果没有高的境界 他一定是下去的 当一个人生了癌症的时候 实际上 已经暴露出这个人 做了很多的坏事 恶病不会上好人身的 你可以说 我没有做过坏事 但是 不代表你前世 没有做过坏事 你能保证 你这辈子是一个好人 你能保证你上辈子 也是一个好人吗 当人家有难的时候 你不肯去救 也会生出烦恼 家里人明明应该相信佛法的 但是他们就是不相信 你是不是很烦恼 这样非单会生出烦恼 而且日后还会惹出烦恼 因为你救不了他 当你知道他有难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救他 他惹出来的难 也会把你一起带进去 因为等到有一天 他不修心 不念经 身体出毛病了 想想看 会不会累积到你的自身 如果有人贪色 让他要想到 如果他是你的姐妹或兄弟 你就不会对他有非分之想 这样自己就会感觉舒服一点 即使对待那些娼妓 也要想到 都是你的姐妹 他们很可怜 受了那么多的苦 他们是没有办法 要这样想 就会克服自己的色欲 这就是 劝那些很好色的男人 不要到那种场所去的理由 要让他们明白 本是同根生 只有这么想 才能让他们 生出怜悯之心 想要救度他们 就要生出一颗慈悲心 比如 今天他们很苦 我要救度他们 今天他们不明白道理 我要救度他们 我要像菩萨一样救度他们 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亲人 要不动欲念之心 要用正思维 来克制住邪思念 夫妻之间 夫妻之间也要相敬如宾 人不要经常做畜生之事 学佛就是教大家 要有怜悯之心 慈悲之心 不要心存邪念 要掀灭自身的欲念 然后你的烦恼也会灭掉 其中包括 父母亲对孩子的欲念 这都是不好的 认为我生了你 你就必须对我好 我养大了你 你就必须孝顺我 这些都是欲望 连这些欲望都不要有 你就没有烦恼了 要有澳洲政府的理念 孩子是国家的 不是你自己的私有财产 国家给你补助金 是要你帮助国家抚养他们 所以不能打 不能骂孩子 没有了这些烦恼 就没有欲望了 没有欲望了 就不会有烦恼 这就是学做人 欲望会着魔的 如果你整天想不通 想得过多 魔随时都会上你的身 如果人过偏激就是魔 要记住 要用心来教育孩子 这样就可以灭除忤逆之心 忤逆之心是指 背叛家庭 对父母不好 反叛之心 最好给孩子念心经 让孩子开智慧 有所转变 师父对你们 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苦口婆心 不断地教育你们 为的 就是让你们早日想通 悟道 人家对你不讲理 你要生出怜悯之心 如果想到他很无知 就不去与之计较 可能他前世和我有什么冤结 所以我还不能去恨他 只能这样去化解他 这才叫学佛 学佛要有慈悲心 不要恨人家 感觉自己是还债的 因为感觉自己是还债的 自己心里就会舒服了 就不会恨人家了 不但要学会原谅人家 而且还要生出欢喜心 因为当你这个心转化了 你才不会生出报复之心 当你有报复心时 就会生出烦恼 所以不要有嫉妒心 不要多管闲事 不要有欲望 就不会生出烦恼 俗话说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都是自己招惹来的 要俯顺出击 就是要随缘 俯顺自己命中 该有的事情 否则就会烦恼重重 所以要顺缘 顺着这个缘分走 要理解和明白 对方的初衷和出缘 多想想人家的发心 是不是好的 要学观世音菩萨的 了自我空 了断自己 那个我就空了 我空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了我 哪里来的烦恼呢 师父天天给你们讲 要把这个我字去掉 就没有烦恼了 和尚剃头的意思就是 剃头后都是一样的 没有男女之分 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没有我了 当你在天上修行 听阿弥陀佛讲课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变成相同的脸 就没有分别心了 大家要明白 无尽烦恼 要化成光明藏 意思是 了自我空 把这个我了空了之后 无尽的烦恼就没有了 都化尽为光明藏 人的心胸也要如此 要明白这些道理 学佛不容易呀 你们到师父这里来 得到的是光明 师父在给你们点灯充电呀 戒是大医生 有戒的人才知道 什么是毒 在佛法里说 如是因如是果 意思就是 佛家没有原罪的概念 菩萨看人 没有看你原来 是不是有罪之人 菩萨救人是一样的 就像师父现在 在广播里讲 大家都在听 为什么有些人 可以悔改 跟着师父修行呢 而有些人 就没有修心念经呢 所以菩萨是不认为 你们是犯过罪的 认为你们都是一样 没有原罪感 在末法时期 如果你分辨不出 什么是魔 而去纵容包庇一些事 一些人 做老好人 这就是被魔所染 师父在观音堂 必须控制全部学佛人 有正念 不好的人 我就是不能让他进来 不好的事 就得制止 众生 有很多不好的东西 菩萨也在 劝众生要戒 要与人为善 修心 不能有私心 不能有欲望 一个稳得住的人 才是美 一个安详 谦和 和蔼可亲的人 才是美 有平等心 就不会有欢喜 厌恶的 取舍之心 要把所有的人 都看成是 很可爱的 你就不会有 特别特别的开心 也不会有 特别特别的厌恶 也不会有 取舍之心 记住 对可怜的人 要有怜悯之心 要用真心去修 因为佛法无边 丝毫不爽 做多少 得多少 没有祸福得失的心 才叫真心 师父的法门 是海纳百川 要承认人家的法门好 帮助别的法门 把基础打好 好的法门 一定能接受 心灵法门的 因为他能看到效应 随缘 不是让你 得过且过 因寻守旧 随缘 是要你如何 把握这个缘分 厄缘来了 就念经 来转变它 无有大患 唯无有身 身为重苦之本 受苦 是因为贪念 这个身体 切记 今天 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